一喜八光也都有聘請最專業的會計團隊 絕對沒有任何一塊錢落入私人帳戶 也絕對不可能有逃漏稅 更不可能用一喜八光的錢購買上億的豪宅 謝謝國際局團我們清白了 總共會希望他們道歉 沒有關係啦 既然國際局團清白了 誤會已經解釋清楚了 有機會大家可以坐下來好好的聊一聊 那也尊重他們的想法跟做法 說這陣子一喜八光的稅務 真的是被國稅局徹查到底 每一筆金流 每一筆奉獻 每一塊錢 都是查的 徹徹底底 清清楚楚 那當然一直以來 其實一喜八光也都有聘請最專業的會計團隊 所以真的也很謝謝國稅局 所以絕對 沒有任何一塊錢落入私人帳戶 更不可能有一塊錢落入私人的用途 也絕對不可能有逃漏稅 謊報薪資 或者是捐贈收據不能使用 那更不可能用協會一起發光的錢購買上億的豪宅 或者是支付孩子英國的學費 如果有的話 現在應該沒有辦法再站在這裡了 謝謝國稅局環我們清白了 他們會希望他們道歉 沒有關係啦 因為我這樣講 其實這個事情延當多時 從108年到現在 近有四年的時間 那既然國稅局環清白了 誤會已經解釋清楚了 那其實真的沒有關係 那我們也一本初衷 有機會大家可以坐下來好好的聊一聊 那也尊重他們的想法跟做法 就是這樣子 謝謝